华商论件带你全马跑透透 采访各行各业的华商精英 给你新一代新思路新战略 我是你的营销猎人Richard Locke 华商论件新一代新思路新战略 这一集我们来到槟城本马当道 一家非常有名气的沐浴公司 Tropical Top Venture雨林与他们的创办人做访谈 为你揭开他们的创业之路 在这集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靠Tropical Top Venture 雨林的创办人蔡先生与我们谈谈 他创业之路 我们有请蔡先生 嗨 大家好 我是蔡先生 你好蔡先生 请你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自己和你公司是卖什么东西 大家好 我是蔡先生 是这间公司的老板 我们是卖天然木浴的 我们所创造出来的 就是那种拭目夹记 就是我们一般在外面是没有人做这样的东西的 所以我这边 这边我也是看到你有做餐桌 办公桌椅子 然后我还听刚才那个顾客说 你们连Talermade都可以做到 就比方说他跟你讲他要多高多阔多什么的一个东西都可以做出来 对对对对 只要顾客需求的他能够设计出来他所要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OKOK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 好那我们由你的公司的名字开始做访问了 为什么你们的公司会称雨林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过要用什么那个公司的名字 然后经过几个朋友的商量过后 我们有想到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具呢是跟这个热带雨林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就用这个雨林的这两个字来做我们的主题公司的名字 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 所以目前雨林这家公司已经做了多久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8年了 8年了 就是2010年开始做 所以目前有没有分行还是只有这一间 我们暂时还没有做分行 只有这一间就是在本马当报这一间 所以目前你们有多少个员工 加加到目前 实体店跟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是做自己生产自己批发自己卖嘛 所以我们所有的员工加起来应该有20位 20位左右上下 OKOK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冲动哦 想要做这一门生意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喜欢这些东西 看到人家做了这些东西 我们看了都自己很喜欢 所以自己就弄一些来自己玩玩一下 结果呢就不小心了 就弄到今天了 就把它变成我们的事业了 OK 因为一个不小心 因为一个爱好 所以蔡先生就成立了这一间公司 我也很不小心的认识了这个蔡先生 所以你们要创业的人 要靠一个字 不小心 蔡先生 你从2010年做生技做到2018年 差不多8年的时间了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最难忘的 这个要从那个顾客那边说起 OKOK 因为我们是做天然木的 有一些天然木是相当的大 可以说是到5-6m那么大的 然后一个人的高度的 所以说那个顾客啊 他们曾经有一个顾客就是 帮我买到一个这样的木头 所以我们在把这个木头 放进那个地方的时候啊 是相当的挑战很困难的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呢 我们是要用到很多个人 30个人 把那个木头移进到 顾客的室内里面去 听说这个木头是一间 著名的五星级的酒店给你们买的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难忘啊 用多久的时间才把 我们 放进去 从 早上哦 去 送那个木头到那个 完成那个工作啊 已经是下午了 下午了 因为那个是 没有办法用到任何的 取重机啊什么 都是用人工 然后那个木头是相当的重的 是5-6吨那么重的 5-6吨 所以我们都是用一些 小车的轮子啊 然后用很多 各式各样的方法 把他那个木头移进去那个地方 所以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 把那个木头移进去 对 酒店里面啊 对 OK 所以在这8年里面 你刚刚刚已经说了 你最难忘的事情 在这8年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很挑战的吗 就是 做到有很多问题啊 面对很多挑战啊 有什么挑战 我们最大挑战就是那个 木头哦 木头 因为我们 拿回来的时候 不要把它 创造成 怎样的一个艺术品 哦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 我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它还没有变成这一块桌子的时候 是很难看的 有时候我们是 因为我们天然木有包过根玉啊 所以我们买到那个树跟回来的时候啊 我们是要 看很多的方面 考虑很多的方面 做出最好的东西出来的 哦 所以有一些是可以把它做成 传统的茶座啊 泡茶的啊 OK 有一些是可以做成办公作啊 OK 有一些是可以当成艺术品的瓶崩啊 什么 哦 OK 所以 最最挑战的反而不是 客流量还是什么 最挑战就是 因为天然的木块啊 它木头来啊 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每一个木头都有每一个的特征 所以 蔡先生就要每一个木头 自己去看这个 适合做什么 这个适合做什么 对 哦 这个非常非常的挑战 OK 如果少一点点的兴趣 都做不到这一份工 好 我们相信你的公司也非常注重人才 所以请问蔡先生 你们是怎样培育人才的 哦 从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是自己在摸索这个木头更衣 因为这个木头每一个买回来的时候哦 一个从那个森林里面移出来的时候啊 每一个木头的创造都不一样了 形状都不一样了 我们必须要很经过很多的考虑才能够做出一个成品出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呢 我都是自己在设计 然后画一张图给我的工人说啊 这个木头你要怎样切出来 所以我们是 这一方面呢都是我亲手一直在培育那个工人的 哦 就是你有上上下下10-20个工人 都是你一手在栽培 因为每一个木头回来哦 我们都要考虑它的形状啊 然后那个如果我们要切成一个半座哦 我们都要考虑这个木头切出来 里面到底会什么情况出来 会不会是最完美的那一个 就是说那一刀决定锯下去 如果锯错的话就是完蛋了 对 所以说我们很注重我们每一刀 切下去的时候 所以做每一行生意都有每一行不同的挑战 也有不同的训练方式 所以蔡先生就因为这一个天然沐浴的关系 所有的栽培都是一手包办 因为这些是非常吃功夫跟吃经验的 好蔡先生我们都知道每一个生意 marketing的宣传都很重要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公司是运用什么marketing宣传方式 嗯 从一开始呢都是朋友在介绍 朋友这样咯 然后我们做到有一个成绩过后 我们都是因为要让更多的人来欣赏这个木头 所以我们都会通过 Breadfoot啊 通过展览啊 通过Magazine啊 通过宣传单啊 这样来做广告 OK 所以你都会用不同不同的管道来做宣传方式 是的 蔡先生在2010年到2018年这8年的期间 你有做了什么决定是让你觉得最自豪的 哦这个从一开始我本来就是自己喜欢这个东西 可以说就自己先买一些木头自己玩了这些木头 过后发现到 原来这个木头在本地是没有什么有人在创作的 都是那些爱好者热爱者都是从国外带回来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商机 所以我就决定成立这间公司来做这个生意 所以一做呢就做到现在半年 所以也方便了很多这些爱好者啊 不需要再跑到国外老远的地方 运回来也是一个大问题 他们都会面对很多大问题运回来这边 所以我觉得我创造这个生意啊 这个公司呢是很自豪的 这个是蔡先生觉得最自豪的 就是为马来西亚喜欢木浴的爱好者 提供一个方便 让他们更容易接触到这个木浴 那蔡先生最近你们的公司有什么发展项目呢 我们是从一开始的展览 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是租了一万方车的地方 来做这个我们的公司的那个展览厅 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是用一小部分来做我们的那个展示厅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会从这个四五千方车的那个展示厅 发展到多一倍啊 七八千方车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近期内你们公司在做这个 是很好的一个发展项目 蔡先生你从这个生意做了8年 你认为做这一个生意 或者以后那些要做生意的人 要做生意啦 最基本要有什么条件 我自己本身认为我们做生意哦 首先一定要有诚信 让顾客对我们有信心哦 因为我们走卖出去的东西哦 顾客是很重要的 因为过后的服务啊 这个都是要看我们那间公司的诚信哦 因为如果顾客他买回去我们的那个家事过后 他会面对一些小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帮他处理呢 是不是我们没有 帮他做过后的工作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售后服务啦 嗯 OK 所以比方说啊 有些在市场上有些卖这些家事的人 他卖了给他们顾客 就 屁股稍稍就不当一回事 有这样子的销售上家吗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啦 但是我们本身呢 我们是不会这样子做的 因为我们通常呢都会 顾客帮我们买的东西哦 三年过后他找回我们哦 我们都会跟他服务的 因为他会面对他 我面对问题啦 我假设是搬运啊 因为这个我们的 事务价值都是很重的 因为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来搬这些价值 所以通常顾客啊都会找回我们 然后我们都会为他们服务这些东西 都会让他们的 一般搬运的东西 我们都会去帮他们做啊 假如他们有把那个木头啊 弄刮花啊什么啊 我们都会去帮他们服务 哦 所以蔡先生做了八年的生意 他觉得做生意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诚信 好 最后蔡先生你有什么啊 创业的经济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分享的吗 哦 在我本身来讲 因为我觉得创业啊是要有恒心哦 恒心 你要去拼哦 嗯 你没有拼的话 他就是不可能会有达到你要的目标 只要你定下你的人生的目标 你觉得一步一脚硬的去做的话啊 肯定会达到你所要的东西 嗯 所以蔡先生的一句话就是拼 就是爱拼再拼 好看完蔡先生的分享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破印良多 所以我们在此借你们的力量再次谢谢我们的蔡先生 谢谢蔡先生 谢谢大家 嗨大家好我们来到雨林的工厂了 蔡老板会亲自带我们来参观他的工厂 来蔡老板 来我们进去里面看看我们的工厂 这是我们工人呢在开幕 开幕啊 嗯 所以叫开幕啦 开幕片 所以好像你们要做的什么 有什么东西要注意吗 比方说要注意什么细节啊 因为传说中每一棵树都有那个树神还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一直要看哪一个是我们要的面咯 所以我们才搬出来 记出来才是我们记得看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哦 OK 这个是还要在巨栏呢 对 这个 我们是在开那个做面咯 这是开做面 开那个做主的面 啊 呃 是班座啊 或者是 办公座啊 这个是我们整立木筒 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开成一片一片 啊 一片 啊 这里呢就是 在森林里面 超过百年的老树 啊 我们把它 啊 挖出来了过后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一片的那个木桌 OK 所以刚才蔡老板有解释说 这一个树筒他们是在 泥土里面挖出来的 已经有整百年的历史上去找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它的层面有炮 跟还没有炮之前 没有炮制 你会看到很暗色的 所以炮了过后它会比较清亮 比较光泽的 所以是靠这一个武器 我不知道怎样用啊 就是这样啊 这一个武器 OK 所以蔡老板 这个东西树筒那么大个啦 你要加工过后要炮 要磨 要弄给它成为一个成品 是需要大概多久的时间 我们经过我们的设计 到开片开它的形状 到曝光它完 至少要一个礼拜时间 一个礼拜就可以做完了 我们专业了 很专业 一个礼拜我还没要一两个月 OK 所以这一个树筒 是大概值多少钱 整百年的 在我们的市场市价来讲 会八万到十万欧 数一斤 八万是八十千的吗 嗯 八十千到一百千 一个树头 哇 这个是 特别大的 特别大的 这个大概有多少车啊 十三四车这样 十三四车这样 十三四车的一个树头 特别大 它的坡度又差不多有千年老树 这个是属于千年老树啊 不是百年老树啊 它在一层里面崩化了百年 哦 说蔡老板这个是什么用途的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 就是也是我们开木板的那个机器 所以我们回来的木桶 比较小的我们都会开成 一片一片板来制造那个 镇子啊 鱼子这样 哦 长镇啊 短镇啊 还有那个 加地啊 所以刚才那个就是 你可以看到 它开桌面的 我们叫做眼镜锯 所以这个是普通的锯头 所以这一块木材呢 就是从这个机器 割出来了 所以你割出来过 它们会分类 这个是长型的 OK 所以这个是还有用途的 它们会拿来做 什么 哦 这个我们会拿来做 镇子的脚啊 做紫的脚啊 这样子 所以拿来做桌椅的脚 用出来 OK 所以那一个比较大片呢 我们就让蔡老板来解释 这是什么用途 嗯 这个通常呢 我们都是拿来做 那个 土柜啊 还有长镇啊 或者是短镇这样子咯 OK 一个木板 OK 所以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 刚才你有看到 他们的员工 抛出来很多那些 不完美的材具 就是这一堆啊 所以这一堆是不合格的 我们都剩下这些东西呢 都是那些 他们工业的人啊 他们要起火的 他们都来收购 哦 他们会拿来变成 再循环使用 就是拿来生火用的 嗯 嗨大家好 我们已经参观完毕 蔡老板的工厂 所以我们就来到他的办公室 吹吹冷气 然后喝两杯茶这样子 所以蔡老板我有几道问题 还想请教您的 就是 你的工厂是提供什么服务 或者你的工厂是做些什么的 哦 我们是生产家具 四目家具老板咯 还有更衣 我们批发到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 就是那些批发商 就会来到你的位 看财 对 他们通常都会来工厂 协目 协目 这一个这么好爽 或者那么冷爽的一个office 就是来招待那些批发商的 OK 所以我还有想要问你 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员工啊 你一个人怎样去培育他们 哦 通常我们的员工都是多数老员工 我训练了几个比较难的员工过后 我就放给他们自己带自己 一个带两个一个带两个这样 哦一个带一个 所以他们新的工人来到我们这边呢 都有一些比较旧的工人 比较熟悉的工人会去训练他们了 所以他们都已经8年10年那种了 OK 所以我也有看到他刚才工厂里面有一个 你刚才跟我讲的那个 就是那个眼镜具啊 所以那一个东西是各这种桌面的吗 对 所以那一个机器的成本大概是多少钱 一般来讲也是五六万这样 五六万 然后那个那个具片呢 啊 具片一个是五百这样 五百块 所以那个保养费会很很中本 啊 会啊因为我们系这种眼镜具哦 我们是系那个整片的板嘛 所以他很刺利我们是用整片的木头 整片系到完出来 所以他的那个承受力很很重 所以他通常呢会很容易裂掉 很容易裂掉 所以那个具片会裂掉 OK 所以因为之前我有跟你谈过说 这个桌面它会缝吗 所以你有讲要拿来晒太阳 来怎样做啊那个 哦通常呢我们的木啊 一干过后啊它会跑一点形状这样的 OK 所以说这个都是要有一点技术方面 有时候我们在做的过程啊 我们要把它站好来 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把它绑着 它就会很容易啊 跑行这样 所以说我们已经开始非常了解 其实做一个木不简单 所以这一门生意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搞的生意来的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华商啊 他们都有一个爱好的 我们或者叫做一个癖好 所以我也想知道 其实蔡老板的爱好是什么 蔡老板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啦 只是比较喜欢喝茶咯 每天在办公室都会茶 然后收一些 比较旧的茶壶这样的 80年代啊 70年代这种茶壶 其实都是故隆 因为 以目前来讲 已经没有这样的旧的茶壶没有了 嗯 所以新造的 我们拿来泡茶就不可以了 有很多 那个 chemical 哦 ok 所以如果你要搞木浴 首先你一定要是木浴的爱好者 加上你一定要会懂茶 所以懂茶其实我们叫做品茶 所以如果你想品茶的话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品茶 我们再次谢谢蔡老板抽空来给我们参观他的工厂 因为刚才那个参观的过程啊 他叫他所有的员工停下来 给我们一一的介绍 我他的工厂是怎么运作的 ok 谢谢蔡老板 谢谢 谢谢啊 我们下次再见 好 这一集我们的华商论件就到这里 记得分享给好友和随便在创业的朋友 让他们一起学习新一代新思路新造略 如果你要观看其他行业的方法 你可以游览我们的官方网址 www.retail-online.my-chinese-biz-dot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